大家好 这两天在网上啊 有一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有一对在美国开卡车的夫妻啊 是一个抖音网红 抖音有100多万粉丝 经常在展示自己在美国的幸福生活 连入据说是20多万美元啊 就是100多万人民币一年 也在美国是买了豪宅 这一次他翻车主要是因为 他去领那种救济的食品啊 就是美国专门针对那种流浪汉的救济的食品啊 因为他们是参加了一个免费的英语培训学校啊 学校给那种贫困学生就有那种食品券 他们拿着食品券来 然后就去领了那个食品 然后在抖音上面晒啊 可能那个用意啊 就是在美国生活多么的幸福啊 福利多么之好 但是没想到发在中文抖音上面的视频 然后被脑外发现了 啊脑外呢就把这个事情宣传出来了 结果又有中文的媒体啊 在外文的媒体上面 看见了这个事情的报道 然后又把它 相当于是出口转内销啊 又把它重新啊 放到了中文媒体上面 结果是骂声一片啊 大家纷纷在谴责这一对 开卡车的网红的夫妻 我看了一下这对开卡车的网红夫妻 他们的账号啊 以前据说是照 卡车夫妻看美国 现在名字叫甜甜看美国 然后上面的主题就是说 一个既能赚钱又能带娃的超级来吧 他的人设第一超级来吧 第二限时版的吊丝力席加励志夫妻 啊这就是他的一个人设啊 粉丝啊将近129万粉丝 啊我看这对夫妻 他另外啊一个短视频啊 就说是网报有多么可怕 我本已退出江湖 专心开车赚钱带娃 奈何江湖不放过我 确实这种辩解啊 显得苍白无力啊 这个是你自己找的事情 怎么能怪江湖啊 好我看他一直在打造自己的那种 爱娃啊宠娃的人设啊 但是我看他以前的作品 但是我没看他以前的啊 就是看了一下标题 我发现 哎他有一个叫甜甜来美国一百天 也就是他的小孩到美国才到才来了一百天 但是他应该是在美国已经多年了 啊这确实就让我不得不感慨啊 这种人确实都是狠人都是狠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啊 呃夫妻娘啊抛下小孩在国内啊 自己到了美国 实际上就是黑在美国啊 在美国开卡车混身份 呃混身份大家都明白用的是什么名义哈 你说像这种啊 你怎么知道自己能够拿到身份的啊 什么时候能拿到身份 像凤姐已经十几年了都没拿到身份 有的人一辈子都拿不到身份啊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看运气了 我也接触过两三个在美国开卡车的司机啊 有的运气好 有的运气不好 运气好的 我上一次还做过视频啊 他2015年去啊 两年啊就拿到了绿卡 好拿到绿卡以后 当然你可以把你的直系亲属接过来啊 是没问题的 万一你没拿到绿卡怎么样 他说他有跟他同期过来的 连现在啊 连建移民局的那个机会都没有啊 所以这对夫妻他们到美国的话 一旦啊 他们运气不好啊 一直在那里拖着十年 二十年有可能见不到自己的小孩 除非你离开美国回国啊 但是你这样的话 你就意味着你永远不可能再踏住美国了啊 你的小孩想过来是过来不了的 除非你拿到绿卡的身份啊 所以不得不赞叹一句啊 这对夫妻真的是狠人啊 我今天主要是想说说 爆料这个事情的两个白人自媒体作者啊 实际上这两个也是大V啊 我也专门去看了他们这一篇视频啊 这两个人实际上我非常的熟悉啊 因为他们两个以前啊是混中国的 当时在中国国内我都在看他们的视频啊 当时我觉得视频的话还值得一看吧 他们经常骑着摩托啊 在中国到处环游啊 当然那观点比较偏颇啊 后来他们在疫情前吧 就选择了离开中国啊 回到美国 从此以后啊 他们就搞了很多节目啊 搞了很多频道 那些频道的只有一个主题啊 就是批评中国啊 黑中国 你看他这个频道的名字啊 就叫China Fact Chasers 就是中国真相探寻者啊 他实际上就像他那个logo那个标题一样啊 就是拿了一个放大镜 对着中国在那里找毛病 你看一下他的 他粉丝是21万啊 实际上他们开了很多频道啊 你看最多的那个频道啊 这个人啊 叫Sepensa吧 有120万粉丝啊 另外一个叫老外86的啊 有90万粉丝将近100万 然后其他的频道加起来可能将近300万粉丝吧 在欧美世界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我觉得可信度不高啊 为什么 因为从他的节目的 你不要看内容 你看一下名字你就知道了 全都是耸人听闻的标题 配上一个惊悚的一个画面啊 比如说像这个 他最近发的一些视频 被隐藏的真相啊 中国电车安全问题啊 就是一个骷髅的一个标志啊 然后另外又是被隐藏的真相 中国旗舰电车啊爆炸 然后第三个视频 中国啊再创新低啊 人民纷纷逃离啊 那个标题 那个画面就是救救我 然后第四个啊 就是啊 这个中国人啊 被啊全非洲啊鄙视 然后配了一个愤怒的非洲人民的一个画面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老外哈 对那个卡车夫妇领救济食品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报道啊 嗯它的标题就是富裕的中国人啊 去占美国的便宜啊 确实这种标题真的非常的坏啊 就是啊明明是一个过例啊 个例啊 他直接就把它直接针对整个啊 华裔的一个一个群体 实际上这两个人啊 他们的老婆或者女朋友都是中国人 并且一起带到了美国啊 天天还在修恩爱啊 但是呢 他们为了节目的效果啊 实际上他们那些频道 也是在海外 不管是华人也好老外也好啊 这就是流量密码啊 只要是骂中国的就有流量 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说白了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最开始啊 他就是截取了卡车夫妇在抖音上面的那些画面啊 先看看其他同校都选的什么东西 有吃的 有喝的 还有用的 这是洛杉矶的社区大学 我在这免费小英语 每个月的固定一期 还可以拿着学生墙来领食物 听说拿学生卡去看电影可以打字 就我这英语水平还是不去了 每样东西都是有限制的 不能夺拿 这鞋是我今天选的 田田把你那房间走着走着 下午带你上商场买鞋去 接下来啊 这个画面的话 就是让人非常的愤怒了啊 就是他展现了一段 就是华人的那种地摊 那地摊上摆的各种东西啊 商品在那里售卖啊 但是从那个地摊上面摆的那些东西啊 你可以看出 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说 你领救济食品能领到的啊 你看这些新鲜的蔬菜啊 瓜果 这些在救济食品里面 是不可能领到的啊 但是在这个白人的节目里面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中国人去领了救济的食品 然后一转身就摆摊 来把它卖掉啊 来赚钱啊 这个真的是就非常的坏了啊 因为我去过两次美国 实际上在美国逛超市的时候 你经常也能看到啊 有些商品旁边就贴了一个标签 好像就说是 那意思就说是啊 你有食品券啊 你可以买这样的东西 但是都是规定了品类的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 什么方便面啊 罐头食品啊 薯片啊 说白了吧 都是垃圾食品 实际上你从刚才啊 卡车夫妻他们领的那个免费食品 也看得出来 实际上都是这些东西 最多还有一点面包 牛奶这些东西啊 实际上都是那种 品质最差的 说白了我都敲不上啊 这些东西给我 我都不会要的 像卡车夫妻他们 这样的收入情况的话 说句公道话啊 我个人认为啊 我不是为他开脱啊 他主要是追求一个视频的效果啊 他领这些东西确实是实实的 但是这些东西 他是不是真的自己要用 自己要吃啊 我真的是要打一个问号 这些东西 说白了 真的都是垃圾食品 我肯定都是要把它扔掉 但是他如果是把这些免费的食品领回来 为了做节目啊 然后又把它扔掉或者是送掉 我觉得这个性质更恶劣啊 所以说我不是为他辩解什么 所以涉及到这个摆地摊那些东西 大家看那些画面啊 什么胡萝卜 整整齐齐的 这么多摆在那里 怎么可能是去 在救济食品那里领的东西啊 那些救济食品领的蔬菜应该是有 但是应该是很少 估计就是一些什么土豆啊 番茄啊之类的啊 像这些什么绿叶蔬菜啊 水果啊 应该是很少很少 不可能像这样啊 一堆堆的摆在那里啊 那是不可能的 他自己的老婆啊 都是中国人 但是他为了赚钱啊 我就为了节目能够心眼球 你说批评中国也就罢了啊 他把矛头针对了整个华人的群体啊 本来现在华人在海外生活 已经促进艰难啊 饱受歧视啊 再通过这样的一些节目的一些宣传的话 可能以后生活的促进 就会更加的艰难吧 所以说我对这两个人 真的是非常的鄙视啊 所以今天我做这个视频 主要是想说说 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吧 就是说句公道话 首先当然 这对卡车夫妻 他们做这个事情 肯定是不厚道啊 肯定是不对的 并且给华人的群体 确实是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我觉得也没必要把这个事情 把它夸大啊 首先啊 曝光这个事情的 这两个白人的博主啊 都不是什么好聊啊 并且可信度也是比较低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被他抓住了把柄啊 事情确实是存在啊 但是他们把这个事情 就是把它妖魔化啊 就是来抹黑整体华人的那个形象啊 我觉得令人非常的不齿啊 这两个人 实际上我觉得啊 像一般正常的老外啊 他们看待 比如说中国人 他去领了那种免费的食品 应该说是也不说非常大的那种情绪 因为除了华人以外 我看那些拉丁裔的黑人 他们也在领啊 并且你说他们真的是 穷成那种吃不饱饭的人吗 也未见得啊 并且领的那东西 说白了 真的都是垃圾食品啊 一般人也不会要的 我估计一般正常的美国人 也不会把这个事情 看得很严重 但是这个东西经过 一些人的恶意的一些炒作啊 真的会带来非常坏的一些影响啊 你关于这个事情 你有什么你自己的看法啊 欢迎你的评论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谢谢